上一期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成功驯服的下界一季里边的一个boss 现在他就是我的一个保镖 我们把他带回主世界啊 他就可以成为保卫村庄里边的一员 这个boss的伤害特别高 相当于五个铁亏类 五个铁亏类也打不过一个boss 所以说这个boss应该是我们的主力 把这个传送门点燃 咱们就可以把他带回主世界了 来 点火 好的 后边的墙应该挖一下 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小 我们把后边稍微挖开一点 好的 一切准备就绪 和我回 哎 哎呀 这东西是真的烦呀 拿双绳把boss拴起来 把他拉过来 好 和我回家 哎 不行啊兄弟们 我们需要推他一下 来来来 过来过来 OK 把双绳取下来 推他一下 哎 他怎么不进去啊兄弟们 怎么回事 再退一下 哎 哎 这东西 难道说这个传送门太小了吗 不应该呀 我们在这边又重新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传送门 这个传送门有三格高 不对 五格高 三格宽 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啊 应该可以进去 我推 推 推 哎 怎么还不进去啊 兄弟们 难道说 在这个下级遗迹里边没有办法传送吗 要不然 我们换个地方试一下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boss牵出来啊 看一下这个下级遗迹 我们到这下边吧 这下边离这个下级遗迹比较远啊 直接把它推下去吧 它应该是免疫刷路伤害的 毕竟它是一个boss对吧 哎 你看它没有掉血啊 那下面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在下边继续建造一个传送门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带回去 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啊 来来来 再来一次 给我进来 把刷层取下来 哎 这 难道说这个boss不能传送吗 不应该啊 我看过攻略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回主世界的 难道说我这个传送门有问题啊 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生物 能不能传送回主世界 我们把这个猪人拖进来 好 这样应该差不多 稍微需要往后一丢丢啊 往后倒一点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把这个船给它打掉 我看一下它能不能回到主世界 来 哎 怎么回事 我这个传送门的问题啊 和这个 生物没有关系 我们之前做全生物收集的话 这个猪人直接打掉船 他就可以进去了 那我们重新进一下游戏吧 又折腾了很长时间 我们终于把这个boss带回了主世界 不过这个地方离我们家还有点距离啊 我们需要把它带回我们家 本来是准备用这个翘翅啊 驮着它带它飞回去的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断掉啊 可能把这个boss摔死 所以我们还是为了稳托起见 用船把它带回去吧 我们从这个大海里边游回去 那好 下面我们带boss回家的过程 就给大家直接跳过了 我看到了丛领啊 兄弟们 我们家应该就在不远处 马上就要到了 而且这个boss 他并不是非要用这个双绳牵着他才走 只要我们在他前面走 他就会跟着我们 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 他就会直接传送 还是很不错的 和这些猫和狗都差不多啊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前面走 他如果跟不上的话 就会直接瞬移来到我们身边 特别不错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 但是我们回家的话 要稍微往里走一点啊 因为这个boss 它系统默认是一个敌对的生物 现在虽然说被我们驯服了 但是我不确定 我们家里边的炮台 这个红色的东西 为什么还会包围我呀 难道说只要离这个boss近 就会有这个效果吗 回归正题啊 我们带着这个boss从这边进去 我怕我们家里边的炮台 还有僵尸打他 我们直接把这个boss 牵到炮台旁边 看一下炮台会不会打他 希望不要打 我们都是一家人 哎 哎 你看 不打 哎 可以啊 秀兔吧 那我们现在都是友军啊 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把它先拴在这边吧 对了 让大家看一下他的伤害啊 他的伤害特别特别高 哎 这个东西有点反应啊 我已经驯服了这个boss 为什么这个红色的东西还要攻击我 来吧 我们用这个铁盔蕾试一下 我让铁盔蕾打我 然后我这个boss就会打铁盔蕾 来来来 给他一斧头 OK 来 我估计两拳就可以把这个铁盔蕾秒掉 打他大哥 哎 不是 大哥 他打我 哎 不是 这boss脑子脑子有病吧 他打我 哎 还有这个东西 哎呀 这boss好烦 他不是我的宠物吗 为什么我挨揍他不管我呀 你看 我的巨型僵尸已经急度出来了 他想帮我打这个铁盔蕾 但是我这boss他不管我 白眼狼 冲冲的白眼狼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铁盔蕾解决一下啊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傀儡 巨型僵尸的话 我们先把它牵在房间里边吧 还有种可能啊 兄弟们 可能是这个boss 他只会默认攻击这个敌对生物 比如说僵尸小白苦力怕 还有掠夺者什么的 铁盔蕾在他眼里边 应该也是一个友善的神物 所以他不打铁盔蕾 应该是这样啊 只能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我们这两个大型盔蕾上面 这两个什么都主力啊 然后来看一下啊 这个大型盔蕾 他现在 哎 哎 别打他呀 应该是那个红色的东西 又把这个僵尸包围了 所以他才会掉血 哎呀 这个boss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百害而无一利啊 但是好不容易把他带回家了 就先养着吧 现在这个大型盔蕾 还有三个升级槽 所以我想看一下 还可以给他升级些什么东西 把他打造成一个最强的盔蕾 下界合金升级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可以加护甲值 还有盔甲韧性 但是对于大型盔蕾来说 他没有装备 这个东西我觉得用不着 盔蕾可以游泳 这个做不起啊 还有这个免疫玩家伤害 这个也没有用呀 我们又不打盔蕾是吧 这的话可以透视 但透视也没有用 这又是什么 感觉什么都没有用 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啊 他可以攻击的时候 施加一个虚弱的效果 但是需要龙溪 可是梦影龙我们已经打完了 龙溪的话还要复活梦影龙 有点麻烦 绿宝石升级 对掠夺者造成50%加的伤害 这个东西好呀 兄弟们 我们打这个掠夺者伤害更高 绿宝石我们家里边也有 虽然说有点贵啊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起 这个可以兄弟们 来坐下 这边有三颗绿宝石 下面箱子里边 还有很多绿宝石 绝对够了 我们来坐下绿宝石块 绿宝石升级模板 来一个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铁针啊 给他附在傀儡身上 铁针的话 需要做一个 呃 43个铁 够了 好 来吧 给他整一个绿宝石升级 升级完之后 还剩下两个升级槽 这两个的话 还需要附些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回收升级 什么意思啊 傀儡死亡之后 变成一个可修复物品形态 如果玩家存在的话 会直接进入我的背包里边 那有了他就相当于这个傀儡不会死亡嘛 哇 那这个也很好啊 需要用到一个重生毛 六个哭泣的黑钥匙 还有三个银石 银石的话好搞 但是哭泣的黑钥匙 我看一下 哭泣的黑钥匙 咱家只有两个 还差四个 那我们先去搞一些银石吧 搞一些银石 咱们回主世界去找这个传送门的遗迹 搞到六个哭泣的黑钥匙 咱就可以给这个傀儡升级了 好的 兄弟们出发吧 我们去找传送门遗迹 去找哭泣的黑钥匙 走 哎 我好像看到一个传送门的遗迹 哭泣的黑钥匙 这边有两个 还行吧 两个一般般 哎 等等 先把这边的岩浆挡一下 好的 还差三个 看一下箱子里边有没有 哦 没有 还差两个 那还行啊 我们再找两个就够了 找传送门遗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可以宰一下 因为我们家里边的食物 现在已经不多了 把这些牛宰一下 哇 我这把劲是真的强呀 兄弟们 没有锋利5 可以一刀秒一个牛 如果有了锋利5之后 它就伤害更高 我们尽早把这个锋利5给它复一下 好了 这边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找 发现一个村庄 这边有这个钢草块 我们可以拿一下 现在可以做些面包 我们现在已经饿了 没有吃的啊 只有一些生肉 这个生物的话 我们回家烤了之后再吃 好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传送门的遗迹 不过这边只有一个哭泣的黑钥匙 我们还需要再找一下 这边又发现了个村庄 钢草块全部都带走 好 最后一个哭泣的黑钥匙 我来了 把这个挖走之后 咱们就可以给锋利升级了 来来来 挖一下 六个哭泣的黑钥匙 刚刚好 我们可以回家了 走吧 先做一个重生毛 再把它做成回收升级模板 好的兄弟们 现在我们的锋利就不会死亡了 太好了 直接给它来铁针里边附一下 OK 完成挑战 不坏之躯 它以后就不会死亡了 那么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升级槽啊 最后一个需要想一下 所有的模板 我已经全部都看过了 我觉得这里边最强的呢 就是这个凋零的效果 药水升级啊 不过这个东西需要用到龙溪 那意味着我们可能下期还要去复活 梦影龙啊 那我们要打造 必须要打造最强的困难 复活就复活吧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